第29题,29-31题是题主,云测去华山文创园区玩的时候,看见路边有摇烤披萨行动摊车如幼土,老板将双手伸进300度C的摇烤内预查看披萨的情形时,突然觉得手有些烫便急忙抽回了回来,是回答29-31题。 第29题是问,若把手伸进100度C的热水当中,我们的手立刻就会烫伤,但手伸进300度C的摇烤内数秒,手能在烫伤前赶紧抽走,请问此现象与何者关系较大。 当我们把手伸到热水当中的时候,我们的手旁边都是热水,热水立刻就会用传导的方式把热量传给我们,但是我们伸到摇烤内,里面是空气,它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对流。 我们必须要等到这个空气撞到我们的手上,它才会把能量热量传给我们,那么旁边没有撞到的空气,其实都跟我们的闪瘦到的热是没有关系的,所以我们发现这主要就是它的热的传播方式的影响,因此29题问,请问此现象与何者关系较大? 我们答案选择是B,热的传播方式。